來喔 你們涉嫌 妨礙自由 傷害 我現在用現刑犯逮捕你們 本分局二橋拍所 12月9號禮拜五上午接獲民眾報案 報稱接獲家屬陳南電話求救 聲稱自己遭拘禁 並要求要匯款300萬元才能放人 本分局獲報後立即成立專案小組 並報請新北地檢署指揮偵辦 經追查鎖定被害人陳南遭拘禁於三峽某汽車旅館內 立即派員前往公監救援 順利救出被害人陳南及其女友謝女二人 並當場逮捕犯嫌三名 被害人陳南獲救後向警方公稱 自己與女友12月9號深夜開車到戲子 戲萬路山區與人商討債務 反遭對方毆打並載到汽車旅館拘禁 所駕駛的車輛也遭搶走 專案小組立刻以車追人 並在三峽中山路51號前攔貨該車 並立即逮捕車上三名犯嫌 那案發原因經深入追查 發現疑似因為被害人陳南先前向犯嫌等人收購銀行帳戶 事後卻未依約付款引發犯嫌不滿 所以糾重把陳南騙出並加以毆打拘禁 那全案因家屬報案而曝光 警方也將持續追查幕後詐騙集團盜案 那林賢等六人訓憤後 依傷害、妨礙自由、強盜等罪嫌 移送新北地檢偵辦 警方提供